再来这位扁确神医 我们来认识他一下 这个扁确是非常有名的一位中国的历史人物 是一个神医 他在公元前五世纪战国时代的医学家 他是一位中医 他利用切脉诊断的方法 所以他被称为切脉诊断的创始人 他是秦艺人 在渤海俊茂 这古代的城市 古代的这个城 在今天河北省的任秋 这个扁确年轻的时候 他跟从长商君学医 他的老师叫长商君 他完全得到他的真传 他上你诊断 尤其经理妄诊跟脉诊 妄诊就是 你是病人进来 他看你的五官 你的眼神跟你的气色 他就可以诊断你是什么病 有些医生他就这么厉害 这叫妄诊 这叫妄诊 卖诊呢 他不跟你把卖 所以 扁确呢 他最专长就是妄诊跟卖诊 那么历史记载呢 他以妄诊判断当时的奇红河 的病症 的病症 有浅日深 而且一言呢 他异后不佳 他一言这个奇红河呢 以后呢 病况不好 后来奇红河呢 因为季节接受准治 果然 爬不起来 果然不起 后来他又把卖呢 判断 这个果太子 是犯了失觉症 为假死 同时他这个时候用针灸呢 用针灸诊法呢 而救活了这个果太子 司马迁所传的史记 扁确传里面说了 他说至今天下也卖者 天下你要讲说把卖的 这件事情来讲 有扁确也 并胜赞扁确依德高尚 而且扁确很难得 他非常有慈悲心 他依德很好 认为他有什么 六不治 他有六种行李 他不治的 他不帮你 六不治的这个信条 其中呢 信物不信医 如果你只相信那个巫室 你不相信中医 扁确不会帮你看的 因为你迷信嘛 你迷信了巫室 你不相信这个中医的医力 那我不给你看 信物不信医 那六不治里面有这个信物不信医 第二个呢 交往不论以理 交织不论以理 交织不论以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病人本身呢 非常的狂傲 狂傲 非常的骄傲 跟他讲这个病理呢 他都没办法接受 那这样的话呢 贬弃他也没办法治疗 交织不论以理 亲身重财 有些中药 有些事情他是要花钱去治疗的 要买那个 你可能要买那些中药 可能需要一点钱 但是呢 如果你忽略你自己的身体 拼命的想要去赚钱 拼命的重视这个钱财 亲身重财 这个呢 也是贬弃认为呢 他没有办法帮你把病治好 这个是他不治的思想 他六不治的思想 所以主堪为后世的开谋 又记载呢 贬弃当时称有走过果 而且呢 他能够随地方的这个习俗呢 来调整他的医疗的这个方法 医疗的方法 为带下一 他同时会看腹科 或为小儿医 有时候会看小儿科 或为耳目鼻衣 有时候会看眼睛耳朵的毛病 其一事呢 又相当高明 既能施针匾 又能用烫运 有时候他可以用针灸 有时候可以他使用尖中药 因而呢 此际推动他为为方者中 所以此际呢 推动他是中医的这个鼻祖 为方者 为方者中 既传呢 南经为匾切所做 既说呢 这个南经呢 南经呢 就是匾切所写的 主要为讨论卖礼之作 所以要讨论这个 卖礼的这个作品 我们看下面这个 使命 使命就是 掌管生命的神 好我们看